哈囉,大家好,我是天使幽靈,雅琪です 我們今天要來玩LINE EATS CHAPTER 2 然後,對 從這個畫面上看 我們的 Evina好像長大了不少,變成雙馬尾 然後這應該是 有點水手服的感覺 然後是雙排扣子,我喜歡 然後,這邊有,應該是她的翅膀吧 那我們來 New Game 很久很久以前,在某個地方 曾經存在過一隻又白又毛茸茸的綿羊 綿羊以人的噩夢為食糧 靠著吃掉住在附近的人類的噩夢來過生活 她的音樂好大聲喔 呃...等一下 我調小聲一點點 某一天,噩夢的味道讓綿羊吃膩了 那個時候在她眼前的女孩子正做著十分開心的夢 綿羊...喔對 你們會聽到 背景會有一點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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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嗎 那是我在煮雞湯,不好意思 那個是我的晚餐 然後,對 不好意思 呃... 綿羊將那開心的夢偷偷的吃掉了 實在是太好吃了 綿羊非常的開心 夢被奪走的女孩子 在那之後變得像具空殼一般了 めでだしめでだし 好可愛喔綿羊 我喜歡有長腳的動物 我為什麼會出生呢? 為什麼我會去吃人的夢呢? 這樣是可以的嗎? 就這樣,繼續吃下去也是可以的嗎? 嗯? 也該睡囉 帽子有點大啊 媽,應該沒問題的吧 那,拿這些東西真的不要緊嗎? 那個人睡著了唷 沒關係的啦 作為代替我不是放了我的衣服在他旁邊了嗎? 而且錢幾乎都花在你的新衣服上了 但是那些衣服在前一個小鎮掉進馬的那個 變得非常臭 那是傻逼死,傻逼死啦 嗯? 好可愛喔 這次風格變得有點偏藍色呢 啊對,這一集的Chapter 2的那個標題是 蔚藍色的時夢者,對不起 對,回章嗎? 那是什麼? 是警衛帶的東西 那傢伙一副傻樣,是警衛嗎? 前方娛樂設施的警衛 Harrod 可惜了,那是Harrod 那麼,在這裡我的名字就叫Harrod 哈 叫我Harro就行了,這樣你也比較好記吧 知道了 好可愛喔,我們的龍少女 好可愛喔,我們的龍少女 嗚嗚! 小披肩 所以我們馬上就走人 那是什麼樣的地方 可以玩很多遊戲的地方喔 玩遊戲,太棒了 別太興奮了 好,我們來確認一下我們的狀況 這邊叫Harro跟Ephina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裝備有什麼 片子,這邊是藍色的警衛服和鑽石的髮夾 然後Ephina穿的是藍色的水手服和藍色的耳罩 好 那應該 這邊應該不有其他東西吧 嗯,等一下 這是狼嗎?還是毛咪啊? 歡迎來到Audro Town,蔚蘭鎮 這裡是娛樂設施 但現在只有相關人員才能進入 來者何人? 報上名來 是,小的是No.3之055 呃,Harrod Redford 你說No.3之055 Harrod Redford 是今天新來的警衛 Harrod Redford,對吧哥哥 這樣啊 哦,Harrod,你幾歲啦 報告,我18歲 是嗎? 就18歲的年紀來說 你卻有著似乎跨越許多生死邊緣的好眼神啊 不過,別喝酒喔 要是那樣做馬身就吵了你 嗯?那個小孩是 Effy是爸爸的 這是我妹妹Effy娜 是嗎?長得不太像呢 我們兩個也長不太像 所以不能這樣講人家兄妹吧,哥哥 長,長不像 我可以請教一件事嗎? 說吧 嗯,等一下聲音間跑掉 請問是否能夠在這個設施裡過夜呢? 嗯,這個最好去問問看這個設施的主人吧 是什麼理由要住在這裡呢? 其實,我們正在尋找行蹤不明的母親 我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 我們毫不猶豫就離開故鄉 一邊旅行一邊尋找母親 旅行需要錢 因此做這種短期的打工來賺取資金 原來如此 也就是說找旅店住也需要一筆花費 而且也需要時間 多麼想念母親的青年啊 讓我來幫你轉告一下吧 我想主人一定會同意的 非常感謝你們 如果有什麼煩惱的話 不要客氣,來拜託我們 我是哥哥Tom 我是弟弟Mars 好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祝你們好願 我是Mars,雙胞胎中的弟弟 雙胞胎中的弟弟 哥哥說他不知道的事 你大概都可以 我大概都知道 也可以來問我喔 我是Tom 我是Tom 等一下,有點 好急喔 太急了 我的雞湯 煮好了,好香喔 我是Tom Mars的哥哥 有困難的話 儘管來拜託我們 我們會盡其所能來協助你的 よし 就進去囉 爸爸,你18歲嗎? 不,那是可以喝酒的年紀 因為這個會更上有些年齡 啊,那些狗狗哥哥會講話耶 好厲害喔 他們不是狗,是人類 欸 雖然以前是根據你的外型來區分你的種族 但現在已經統一稱之為人類囉 所以這樣就不會有歧視的問題吧 那些人跟狗狗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人有兩隻腳走路而且會說話 除此之外都是動物喔 有著人類的外型卻用別的方式稱呼 大概只剩龍了吧 龍跟人類不一樣的地方是 人不會用魔法龍卻會對吧 人不吃黃煙也不會長生不死 更不會穿牆或是穿地板 還有睡迷糊的時候也不會往人的頭上噴火 這個是講Evina嗎? 因為在之前的episode裡面呢 我們那個Evina會學會噴火 找找這裡的主人吧 忘記問主人是長怎麼樣的了 那我們來這邊 這邊應該可以探索吧 排列著大量的書籍 不知道縫縫沒有 欸什麼? 寫著朵大的標題 明知怪盜在線的報紙 這個應該是chapter 3 第三章節是那個金色的 金色的怪盜 得到了傳說之願和傳說的馬卡龍 傳說的刀欸 那就來裝啦 好看 耳電鍋跳起來了 現在才出好 欸 欸攻擊好強喔 加490 然後謊言加50 我現在還注意到欸 這邊說謊跟 有lie跟truth 這應該是truth的 然後這是速度 然後這個是hit point 可能是致命一擊之類的 EVA EVA是什麼? 我不知道欸 我們先裝上 我們的攻擊力就500多了 好強喔 這個太過美味了 以致沒有戰鬥的心情 欸那我們剛剛的 這個是能夠斬睡一切的事物 好 這下子應該不會輸了吧 撒這些謊言什麼的 沒有人欸 毫無生氣的眼睛 嗯 這邊呢 這是房間是不是 都沒有欸 排列著大量的書籍 都沒有人 這裡呢 這是吧台喔 排列著各式各樣的酒類 好 這裡呢 這是禮堂嗎 不是 這邊怎麼會有禮堂 這應該是 教堂 喔這個是什麼啊 鎖起來了 我們往右邊走走看吧 有這個欸 有酒欸 看起來很貴的酒 出擊酒 有東西 得到大片子與龍的鬥氣 來裝備來裝備 欸按錯了 我們看一下 有大片 喔不行不行 那可以放在五七二嗎 不行不行 攻擊會不見 那這個吧 欸菲娜倒是可以裝龍的鬥氣 喔喔喔喔 好 下一根 有人 看一下 書的縫隙裡有私房錢 偷偷拿著 悄悄的放進自己的衣服裡了 反正這裡有 我本來身上只有五塊錢 是不是 現在有少個十百千萬 有三萬塊好多喔 哎呀是客人嗎 這裡不是遊樂場所喔 胸部好大 不好意思 我是今天報到的短期警衛 我正在尋找一位叫做主人的人 對第一次見面的人 多少都不太知道是長怎樣的 哎呀是這樣嗎 主人是臉上纏著繃帶的女生 你只要見過一次馬上就會知道了 好的非常感謝你 雖然我聽說新來的警衛是個年輕小伙子 但你看起來相當成熟呢 謝謝您的稱讚 這是我的榮幸 主人不久前的外出 說不定不會那麼早回來喔 因為他出去的時間不會太久 你在設施裡到處逛 或許會遇到他喔 雖然要應付很多奇怪的客人會比較辛苦 但工作加油囉 是的非常謝謝您 好 鍋...呃... 主人...喔! 上窗 不是木馬 忘記找花圃有沒有東西了 好看來都沒有 好看來都沒有 好沒有 主人會在哪裡呢 這邊找過對不對 找過的 找過了 主人會在哪裡 這邊的房間還沒看過 等一下 翻箱倒櫃 只有書 一格好難進去 很多書 喔!有東西 鋸齒刀和小小的蛋塔 我們已經有傳說的武器一定更強吧 所以就... 就不看啦 在哪裡啊 欸欸欸有人有人 咳 嗯?客人嗎? 這裡還在準備... 這裡還在準備中喔 工作中打擾您了 我是今天報到的短期警衛Harlott Harlott 啊...是...我真聽著啦 你要找主人的話 他差不多快回來了吧 主人他是怎麼樣的人啊 主人他...總是... 雖然總是板著面孔 不過有一雙美腿和翹臀 你這樣看待自己的老闆嗎 等等...還有一個人在嗎? 你太小隻 沒有注意到你啦 而且你還帶著小孩 嚇到我了 你從一開始就知道我不是Harlott吧 是啊...因為我是Harlott的朋友 嘛...他不但生活不檢點 而且酒品很差 其實我還蠻討厭他的 啊... 不要緊的 我不會對任何人說的唷 他沒來我還要感謝你呢 但是來這裡的話會變成麻煩事 我知道了 來打個惡座劇電話吧 好像Harlott呢 蛤?喂...小不點 他哪裡像我啦 欸...很像啊 羞羞羞捕捕捕的大哥哥 告訴我你喜歡的三個東西 啊...我的名字是Lucas 喜歡的東西是酒、女人還有錢 這不是跟Harlott一樣嗎? 只是順序不太一樣而已 你看...手苦力大喲 不對...這傢伙是花花公子 像我這種的也要叫做紳士 但是...這不是相反嗎? 你要吵架嗎? 兩個明明一模一樣 但是沒辦法好好相處嘛 那麼Lucas先生也有其他喜歡的東西嗎? 我想想...像這樣做著工作吧 我喜歡看著人們在快樂的地方露出幸福的表情 欸...這是啥? 你說謊了 快點解決他小不點 你剛... 從剛才一直叫我小不點小不點的 我是Effy 好可愛喔這次的小謊言 這個身體 他笑耳朵 跟這個臉、這個嘴 我們看一下傳說的武器 的攻擊 好強! 這傢伙會使謊言成形接著吃掉 正因為你剛才說謊了 所以謊言才會變成怪物出現 嗯...也就是說 你討厭看著別人幸福的樣子嗎? 啊...原來如此 不是討厭,而是沒興趣 而且我覺得他人的不幸才能讓我感到有趣 僅持而已 那樣子 我看你也是那種類型的啊 就算是其他人變得不幸 那這樣子我又能得到什麼幸福嗎? 像那種思考對自己無意的事情很麻煩 而且...而且也很討厭 呵...那樣子 不過...如果哈魯看起來難過的話 我也會難過喔 是嗎?那你也是奇怪的傢伙呢? 哇!大家都是怪傢伙,一樣耶 呵呵... 那個小孩子是龍什麼的嗎? 嗯...好厲害喔!答對了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類似的傢伙 龍嗎? 阿薩 是主人在半年前不知道哪邊捡來的小孩 他...吃夢之類的 想那種魔法般的事情 只有龍才能辦得到吧 媽,我實際也沒有見過 不過主人說他不是龍,而是人類 吃夢的龍嗎? 你帶著龍這樣繞來繞去 沒有被緊急隊的人說什麼嗎? 媽,因為我沒有做什麼奇怪的事啊 那些傢伙會帶走的對象 只有會感到疾受或是引起奇怪事件的龍而已吧 嗯...這樣啊 慘了,不快點整理的話 我要被罵了 喂,去別的地方吧 主人也已經回來了吧 哦...乾杯的呢 乾杯的呢 可愛,加油囉 我不需要男人給我加油啊 好,主人回來了 有情報說這裡這個小鎮有龍 或許是真的 所以這整個鎮 就是只有這家店而已喔 這間娛樂場所而已喔 這個好猛喔 到底是要做多大才可以讓一個娛樂場所變成一個小鎮啊 這次要收集情報嘛 嗯,沒錯 龍的情報能賣個好的價錢 還有說不定能知道一些關你的事 是嗎? 嗯...這樣啊 為什麼看起來這麼開心呢? 設施的主人已經回來了嗎 我們再稍微巡視看看吧 再來走走 這邊有嗎? 沒有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馬尾 呃...あの... すいません 你覺得我接下來會變成什麼生物呢? 嗯? 企鵝企鵝 原來如此 那麼...結果正確是否也是一場夢呢? 我的手上沒有任何的密碼...不是... 沒有任何的秘密和機關 3...3...2... 什麼?真的會變成企鵝嗎? 我很想要變成企鵝 1... 喔... 呃...正確答案是羊... 那個女人呢? 消失了... 一瞬間... 怎麼辦到的... 我一直看著的說... 哎呀呀... 好可愛喔...這個鼓聲! 我要按嗎? 不用... 欸... 那个你是客人吗 不对 这个时间在设施内的话 就是侵入者呢 好痛 哇 大姐姐 怎么会 为什么 小女孩 听Tom跟Mars说 新来的警卫和那个妹妹是你呀 哦 王娃 好性感 这是死刑 啊不对 失礼了 很抱歉 因为我以前是处刑人 是那个时候的习惯 到底要处刑多少人才可以变成老板啊 因为你的行踪太过可疑 有受伤吗 不 我没事 是我提出 唐突的请求 真的对不起 留宿的事情对吧 没有问题哦 入口左侧二楼有客人用的房间 现在有空房间 我想想 那就用里面 最里面的房间 请使用那边吧 警卫的工作是巡视基本设施 避免顾客间的纠纷 只是也有血气旺盛的野蛮顾客 虽然很少发生 但那时候请务必向我报告哦 你会让他们变身吗 不 是用变形哦 今后就请你多多关照了 啊 我还没自我介绍 我是Sophia Joanly 然后右边的小孩是 我是William 我叫做Will 可以叫我Will Will 是龙吗 呃 不是哦 虽然有脚 但不过 这是羊脚 这样啊 所以不一样哦 那么我们就有事情要准备 先失陪咯 拜拜 拜拜 再见 喂 小不点 突然问人家 你是龙吗 没有人会说yes的 为什么 我说过很多次了 龙是很稀有的生物 因为很珍贵 所以坏人锁定他们 一般来说 龙会隐藏 真实身份 而生活着 至于紧急对他们啊 因为有能力保护自己 不必隐藏 身份 生活 可是 每次我说我是龙的时候 他露营都不阻止我呢 麻烦死了 去房间休息吧 哇 告诉我嘛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 房间休息 这边应该都找不过了 所以不用再找了吧 我晚上还有工作要做 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如果没有给 没给其他人添麻烦 你就随便去玩吧 你要去工作吗 因为我是来这里当警卫的啊 当警卫哈肉子啊 虽然我不常 我不擅长冒充别人 不过只是应付大部分初次见面的人 难易度比较低吧 不要让自己太累了哦 你是说身体上的方面吗 还是说谎方面呢 嗯 都有 知道啦 如果你出去设施的话 可别往市区的方向走啊 因为这个小镇超大的 对了 点心 肚子饿的时候来吃吧 哇 我说我们现在是Ephina了 你干嘛 想玩 不要 我不要把体力 白白浪费在事情上面 我要玩了 不行 那给我甜甜的东西 我刚刚给过你了吧 嗯 我将来要嘛 喂 一点点就好了 别太吵闹啊 你的声音要震破我的头了 给我嘛 好啦好啦 给你给你 到旁边玩去 耶 太棒了 怎么了 我已经没了哦 那这些也给哈鲁 因为甜甜的东西 会让你变幸福哦 哦哦 谢啦 嘿嘿 可是那些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啊 好啦 那么我们这一集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甜食幽灵 Yakki です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喜欢的话 也可以追随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